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洁净内在的平静和安定 这种呼吸不仅是物理上的 它触及了我们的情感和精神层面 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您的身体上 从脚趾开始感受它们的存在 慢慢向上移动至脚踝 小腿 膝盖 注意到每个部位是否有任何紧绷或不是 然后让它们放松 继续这个过程 向上移动至大腿 宽部 腹部 在这个过程中 您的呼吸是您的指引 它带领您更深入地认识自己 让您的呼吸成为一种爱的表达 爱护您的身体 感激它每一天为您所做的一切 现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您的脊椎 从尾椎开始 一节一节地向上移动 直到达到颈部 每一动到一个新的部位 就让那里的肌肉放松 感受到它们的重量和温暖 当您的注意力达到颈部和头部时 感受到这个区域的放松 想象您的脸部肌肉放松 您的额头 眼睛 嘴巴 甚至您的舌头 都在这一刻放松下来 现在我们的整个身体 都进入了一种深度的放松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的身体不再受到日常压力的束缚 我们感受到一种自由 一种轻盈 这是我们真正的自然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的振动频率开始提升 不是透过强迫或努力 而是通过自然的放松和尖 当我们的频率提升时 我们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安全感和稳定感 这种振动频率的提升 不仅影响我们的身体 还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精神 我们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喜悦和满足 这不是来自外在事物的喜悦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在深处的满足 在这个振动频率中 我们开始体验到真正的轻松和自在 就像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内在的避风港 一个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的安全之地 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接纳 一种对当下完全的拥抱 当我们继续冥想 继续呼吸 我们开始意识到 这种平静和喜悦是我们的本性 它不来自外部 而是一直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 我们开始理解 真正的快乐和平静 是从内耳外散发出来的 这种理解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更加自信和稳定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我们都能保持一种内在的平衡和和谐 这就是冥想的力量 它让我们体验到真正的自我 并与之连接 第二 接触大自然 光脚在草地 拥抱大树 首先找一个安静的自然环境 可能是您家附近的公园 或是郊外的一片草地 走到那里 脱下鞋子 感受您的脚掌直接接触到地面 当您的脚掌接触到冷冽的土壤和柔软的草地 您会立刻感觉到一种生命的能量 这是地球的能量 它充满了疗愈和平静 透过您的脚掌 这股能量缓缓地流入您的身体 在这个状态下 缓缓地走动 感受每一步的触感 听听鸟的歌唱 感受微风轻浮您的脸庞 这是一种回归自然 回归本源的过程 接下来 找一棵您觉得特别吸引您的树 它可能是一棵古老的大树 也可能是一棵年轻的小树 重要的不是树的大小或年龄 而是您与它之间的感觉连接 当您找到这棵树时 静静地站在它的面前 将您的手轻轻放在树干上 闭上眼睛 深呼吸 让自己的心灵 与树木的能量连接 在这个时刻 心中默默地问这棵树 它是否愿意帮助您 清理低频能量 帮助您转化 这不需要语言 只需要心灵的沟通 树木拥有它们的意识 它们可以感受到 您的意图和感情 静静地站在那里 感受树木的回应 这种回应 可能不是用语言表达的 但您会感受到它 可能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或是一种安心的感觉 如果您感觉到树木 愿意帮助您 那么就留在那里一段时间 感受树木的能量 流入您的身体 清理您的负面能量 并给予您疗愈 这是一种美妙的能量交换 树木帮助您 而您也以您的感激 回馈给树木 在这个过程中 您可能会感到一股温暖 以及被安慰的感受 它像一股温柔的波浪 从您的脚掌开始 缓缓上升至整个身体 您可能会感到一种 被爱包围的感觉 一种深深的放松和安全感 第三 做自己喜爱的事 要注意观察 是否为真正有意提高 震动频率的事 你有没有试过 在做某件事时 感到完全沉浸其中 仿佛时间都消失了呢 是的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那种全神贯注于我们热爱之时的时刻 但你是否曾停下来思考 这些活动真的对你的整体幸福和能量水平 有正面的影响吗 我们经常被告诫 要追随我们的激情 做我们爱做的事情 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 即使是我们最爱的活动 也可能会对我们的精神状态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 你可能热爱工作 但长时间的投入是否会让你感到精疲力尽 这就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 真正对我们有益 且能提升我们震动频率的活动 应该是让我们感到愉快和稳定的 他们不会像过山车一样 带给我们剧烈的情感起伏 相反 他们会在我们做的时候提升我们的自信 让我们感到精神充沛 想想那些让你感到时间飞逝的时刻 你可能在画画 写作 运动 甚至是整理家务 在这些时刻 你是否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心流状态 心流是指那种 当我们完全投入于一项活动时 所经历的专注 充实感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的思绪不再四处飘散 我们感到完全与当下的活动融为一体 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那种活动 它们不仅仅是消遣 而是一种能量的转化 一种深刻的自我表达 它们使我们感到生活充满意义 并且在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 当我们从事这些活动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某件事情 我们在与我们的内在自我对话 我们在自我探索 我们在学习如何更好地与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和谐共处 这不仅仅是一种休闲或娱乐 这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 真正对我们有好处的活动 会在我们做的时候带来积极的感受 我们会感到心情愉悦 充满能量 并且在活动中我们能够完全专注 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快乐 还有一种深刻的满足感 一种真正与自己连接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会辨识这些活动 我们需要问自己做这件事时 我们是否感到兴奋和激情 是否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感到自己的存在变得更加有意义 第四 独处时光与清理 连接吸收高频能量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 我们常常忽视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独处 独处的时间不仅是一种休息 更是一种自我连接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时间 来回顾那些影响我们身心的事物 变得如此重要 想想看 当你最后一次真正与自己独处 并深入探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时候 在这段独处的时间里 我们不仅仅是在休息 我们在进行一场内心的对话 这种内心的对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 并清理那些阻碍我们的负面情绪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它需要我们的勇气和诚实 首先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自己远离外界的干扰 这可以是您的卧室 或是任何一个能让您感到安静和舒适的地方 坐下来 深呼吸 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放松 接着 拿出一本笔记本 开始回顾过去一天或一周内发生的事情 特别注意那些让您感到不安 紧张或快乐的时刻 写下这些时刻 并且探究它们为何对您有影响 这不仅是一种记录 更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 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 并且识别出哪些事物 对我们的振动频率 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学习如何释放那些负面的情绪 当我们识别出哪些事情 让我们感到不安或压力时 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些情绪 这可能意味着写下我们的感受 或者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外 这段时间也是连接和吸收高频能量的绝佳时机 当我们清理掉负面情绪后 我们为吸收更积极 更有益的能量铺平了道路 这可以通过冥想 深呼吸或任何其他 有助于您放松和重新充电的活动来实现 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不仅仅是在处理我们的情绪和压力 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与自己建立更深的连结 当我们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情感时 我们就能更好地照顾自己 并做出更有益于我们整体幸福的决定 这种每天的自我反思和情绪清理 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 它不仅仅帮助我们处理当下的情绪 也为我们的长期幸福打下基础 当我们定期进行这样的练习时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情变得更稳定 我们的压力水平降低 而我们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提升 第五 怀着感恩的心情 反思挫折中的机会与智慧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无数值得感激的人事物 但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的繁忙中忽略了他们 每天我们都与不同的人互动 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 甚至是启发 不论是家人的支持 朋友的鼓励 还是同事的合作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想想那些在您需要时伸出援手的人 或许是那个在您感到沮丧时安慰您的朋友 也可能是那个在工作中给予您宝贵建议的同事 这些人的存在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日常充满了色彩 我们还应该感谢那些在社会中默默付出的人 他们可能不是我们生活中的职 其参与者 但他们的贡献为我们的社区带来了稳定和进步 这包括了公共服务人员 医护人员 教育者 以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被看见的人 他们的工作和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顺畅和安全 除了感谢他人 我们还应该学会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 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 每个经历 无论好坏 都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自己 它们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宝贵机会 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智慧 当我们学会从挫折中提取教训时 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当挫折降临 我们常常陷入自我怀疑和沮丧 这是一种人之常情 但在这些困难时刻 我们忽略了挫折背后的宝贵教训 我们都经历过挫折 无论是失败的考试 破碎的关系 还是事业上的挫折 这些时刻往往令人感到绝望 我们问自己 为什么我 但这正是我们需要转变思维的时刻 当挫折发生时 第一步是接受它 我们要学会对自己说 好吧 这已经发生了 接受不代表喜欢它 而是承认它的存在 不再对抗 下一步是反思 在挫折中 我们常常只看到负面的一面 但我们要问自己 这次经历教会我什么 每一次挫折都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例如 如果你失败了一场考试 那么这次经历可能教会你更好的学习方法或时间管理 如果是一段关系结束了 你可能学会了沟通的重要性和作为价值 接下来 让我们探索挫折中的隐藏礼物 你知道吗 挫折其实是建立任性的绝佳机会 它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困难 如何在逆境中站立 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将挫折转化为行动 当事情不如预期时 我们经常觉得无助 但这正是我们需要问自己 我能从这里走出去做什么 这不仅仅是关于解决问题 更是关于如何从这些经历中找到新的方向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斩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